字幕志愿者 李永乐 传出枪声和爆炸声 一轮枪声之后 印刷厂无宴 当地传媒报道 法国警方派追击手攻入印刷厂拯救人质 期间和疑犯拨火 警方期后证实将两个疑犯击败 救出一个女人质 双方早前对视多个小时 疑犯声言要成为烈士 大批警员封锁巴黎东北部 带高乐机场附近一个工业小镇 两个疑犯躲藏在一间印刷厂里面 和警方对视 当地传媒报道 有人质被挟持 期间一度传出枪声 警方派出谈判专家和疑犯通电话 外电引述法国议员说 疑犯向警方说绝不投降 要成为烈士牺牲 但答应警方要求 被附近学校大约一千个学生安全疏散 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里 不要外出 多架直升机先后降落小镇外 协助手报行动 附近的大高乐机场两条跑道 暂时关闭 不准降落 以免发生意外 两个枪手 34岁的蔡尔德 和他弟弟32岁的谢里夫 当地朝早在巴黎东北部偷走一架车之后 企图逃走 塞车车主认出两人之后报警 警方和枪手在公路展开追逐战 期间曾经拨火 之后来到大约40公里外的小镇 达马尔坦昂哥埃勒 法国总统奥朗德 和地方官员开会之后发表声明 说政府会尽力保护国民 敦促地方政府加强戒备 又呼吁国民团结 保鲜电视机者刘伟軒报道 警方同时攻入巴黎东部一间超级市场 现场传出多下爆炸声和枪声 枪手被击毙 至少四个人质死亡 当地星期五中午 枪手闯入一间专买犹太人食品的超级市场里开枪 并挟持多个人质 包括虎穴 警方证实枪手是之前一日在巴黎南部涉嫌枪杀旅警的库利巴黎 说同杂志社枪击案两个疑犯属于同一个激进组织 中国表示愿意和法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 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法国极右政党领袖促请政府退出神根公约 以加强边境管制 有分析说恐怖袭击或者会令法国社会撕裂 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领袖马林立庞 在枪击案之后和总统奥朗德会面 马林立庞提出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军火走私 法国有必要加强管制自己的边境退出神根公约 神根公约有26个成员国 包括法国在内一共有22个是欧盟国家 根据公约 成员国之间不设边境检查站 只会协调对神根区以外的边境管制 凡持有神根签证或者是其中一个成员的身份证 就可以自由在公约国之间流动 有报道指涉及枪击案的蔡尔德两兄弟 一早已经列入美国的反恐资料库和禁票名单 欧盟认为成员国之间有必要共享航班乘客资料 以协作监视和及时锁定高危人物 加强打击恐怖主义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促请欧洲议会加化完成相关的提案 不过议会一直有声音反对认为会侵犯私隐 有分析认为事件反映美欧在反恐情报方面没有充分的共享 法国的反恐体系也存在明显漏洞 以至未有全面监视蔡尔德两兄弟最终酿成惨剧 无线电视记者沉白希报道 巴黎杂志写枪击案之后 法国多处发生怀疑针对伊斯兰教徒的袭击 分析认为枪击案加深西方国家民众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 查理周刊杂志写遭枪击之后 法国国内多处伊斯兰教场所或者附近地区受到襲击 例如东部罗纳省一间清真寺附近的餐厅发生爆炸 巴黎以西的纳芒市就有人向清真寺订手榴弹 法国的穆斯林社区纷纷谴责杂志写枪击案 不少评论很快也都将生活和信仰息息相关的穆斯林 和有关恐怖活动的激进主义或清界线 但枪击案之后连串事件 令人关注法国国内以至西方世界 是不是涌现新一轮针对穆斯林的各种负面标签 以至仇恨 一如2001年美国911袭击之后 法国拥有欧洲最多的穆斯林人口 大约500万人 占总人口大约7.5% 有评论认为穆斯林和移民社区 往往被投意怀疑的目光 情况也不单止在法国出现 在有大约400万穆斯林人口的德国 一个智库最新民调显示 6成1非穆斯林德国人认为 伊斯兰教不属于西方 5成7受访者说 他们感受到伊斯兰教的威胁 数字都较2012年时增加 评论认为 在欧洲穆斯林和移民 往往被视为会争夺福利和就业机会 但穆斯林在生活上 其实都有不少挑战 以法国为例 不少地区的年轻穆斯林 失业率去到大约4成 他们都有经济压力 分析认为 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和其他社区融合 长久以来都是不容易 而当出现恐怖袭击 牵涉到激进伊斯兰理念 例如今次巴黎杂志写枪击案 更加容易令在当地生活的穆斯林 成为战靶 无线电视记者刘伟軒报道 香港仔发生交通意外 一辆私家车撞烂车上两人重伤 私家车严重毁烂 车轮和车盘撞致飞脱 消防在在场戒备 现场消息说 凌晨定时左右 一辆私家车沿田湾海旁道行驶 去到渔市场对开 怀疑失控撞向路边铁栏 车上两个男人当场重伤被困 要由消防将两个人救出 政府和打鼓岭村民初步达成共识 尝试有限度使用打鼓岭活鸡检查站 预料几日之内可以恢复本地活鸡供应 十几名打鼓岭村民和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 陈兆始开会和参观打鼓岭活鸡检查站 会后村民同意尝试启用检查站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的话 也影响到香港很多活鸡的农场里的农友 他们的生计和局长刚才谈完之后 有几个问题 无论在交通、噪音方面 和环境卫生里面 都会相当尽力做得比较好 检查站的牌污通风设施已经大致完成 还有隔音设施 减低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噪音滋咬 本港活鸡会在检查站里面 以车过车不落地的方式输出 食卫局强调检查站是应急安排 启用之后会继续与村民沟通 他们也希望我们每天 不要多过有6000只鸡出的 因为觉得滋扰不想太多 或者交通车量不想太多 这个我们承诺一定不会有那么多 当局说在临时检查站这里 所有防疫和环保等等措施都已经做好了 市民最快可以何时买到本地活鸡 如户处说还有最后准备工作要做 预计几日就会完成 无线烈斯基就一声私庭报道 食物安全中心宣布即日起禁止进口台湾平东苑及禽弹 中心说是因应台湾当局公布 平东苑爆发高致病性H5N2I型禽流感 决定禁止当地禽弹进口以保障公众健康 中心说香港没有从台湾入口活家禽或禽弱 但有少量禽弹进口 中心会密切留意台湾疫情发展 采取适当行动 海关破获10年来最大宗华尔走私电单车案 建出的电单车总值大约是420万 这批65架华尔走私电单车 部分是200匹大马力竞赛性型号 最高时速达到300公里 本港二手市场的总值大约是420万 海关华上个月中在葵冲海关大楼的验货场里面 用X光机检查一个来自澳洲 报清载有废金属的海宜货柜 发现20架华尔走私电单车 之后在元朗一个货柜场拉了一个男人 在调查期间再发现两个同样是来自澳洲的可疑货柜 里面有45架华尔走私电单车 并且拉了一个华尔是集团转路的男人 一般从澳洲进入来香港的货物 通常就是生果 最多就是橙 又或者是一些奶类菊类的食物 又或者是冻肉 而在澳洲进口废金属是非常之少见的 里面的货物似乎是一层一层 这样排序 完全是不止一般的费金属 因为我们的经验 马上来听一般的费金属 会是我们看到的X光的影像 会是全彰都比较深刻的 而且是会排满了整个货柜 海关相信这批电单车 是经本港转售到东南亚和内地逃利 无线电视记者郑顺文报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停售12年的全新居屋现正接受申请 在楼格高企下 这批居屋是否值得买呢 按揭转售等又有什么限制呢 素例中标特约财经透视 星期日晚6点及深夜12点4 肥椎台 今晚晒点,你会做些什么 我? 我没有喜欢的音乐 你不喜欢的音乐 我就是有一定好 有一定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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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experiences 没有orrow 結症無菌家居 威寶為你用心打造 Swipe All you need is light